卢霜 你可太厉害了 卢霜 你可真棒 卢霜姐姐 真的可以照好双眼吗 只要用药精准 是有可能的 太好了 张太医 张太医 少爷的眼睛有救了 谁告诉你的 上次中断诊疗 毒素已经扩散 不可根除 你们切莫病急乱投医 让那些江湖骗子钻了空子 你治不好没事 别人治得好就是骗子 想不到太医的度量 比真佳还小 你 卢霜 你给我找到药 我找到了 你可以啊你 太好了 这 不是禅苏吗 你们要做什么 自然是解毒了 胡闹 你们这样不遵义礼 下猛药 以毒攻毒 万一失手了 考虑过后果吗 胡满草本来就是剧毒 你保守治疗了这么多年 却根本无法拔出毒性 与其这样束手无策 不如让我们放手一搏啊 就是啊 真是无知 无知 你这老人家 就不能好好说话吗 都是为了陪兄好 如说 会想出这个办法 熬了好几个晚上呢 你不用跟他说 不知辩通的老板 姑娘 我不知道辩通 可笑 堂堂齐王 是你一个不知深浅的小丫头 想治就能治的吗 你 胡说什么呢 齐王 中毒已四年有余 太后娘娘 寻遍天下制毒之方 也只能抑制 无法跟处 而你一个黄毛小丫头 却在这里大放厥词 侮辱了老臣不要紧 若齐王的眼睛无法复明 皇上定会诛你九族 你喜欢齐王 你喜欢齐王 你为什么 这么喜欢齐王 因为我觉得 他是个特别纯粹的人 今日 在齐王府忙了一整日 确实有些累 我和齐王说 我有一个特别喜欢的女孩子 如熊 齐相了 走吧 飞渊 不行 走了 走吧 走 无参 谢辣哥 你觉得我能成功吗 会不会太冒险了呀 我不过是个 处处茅庐的半吊子读师 连宫里的太医都没有办法 我能行吗 我不说 别担心 不会有问题的 别强忍着了 别强忍着了 是不是觉得 齐王爷就这样 他还是我心中的大英雄 这么多年以来 他就像一束光 照进了我的心里 一直支撑着我 走下去 小苏 我本打算 我本打算 等你可以光明正大的 面对所有人的时候 再告诉你 你别生我的气 我没生气 我只是 只是什么 只是 启云网 他离我太遥远了 遥远到 我以为我这辈子 都可能不会遇到他 而裴兄你却离我很近 我 现在已经不知道 该怎么面对你了 那麻烦你 就这段时间 熟悉一下齐王 我听说他挺好相处的 你不是看过他很多画本吗 你应该比我更了解他呀 无论是齐王 还是裴昭 都只是名号而已 我就是我 我们一起尽力生死 共度患难 以后也是这样 没差别 以后 你 很荣幸遇见你 大英雄